11.狗隊 還有附正說明書說 界王的觸角喔你要自己撿下 然後裝上去 欸界王 他根本就算是意外中不知道自己怎麼 掛掉了 他就是 附空瞬間移動過去 把 變成胖子版的賽魯 整個移到他的星球,然後整個炸掉 所以他的頭上 一滴汗 整個以翅膀 昆蟲翅膀 的造型 還有天使環 加上他頭上的這個觸角 全部都是要自己組裝上去 那我第一次 遇到一番賞的 組裝的東西是你自己要剪下來 就是這個觸角 這觸角真的是相當的長 整個以北界王的 頭雕來說的話,相當的懷念就是 他戴著墨鏡 然後 頭上的觸角,然後臉頰兩旁 的觸角 就往下 那整個 很無眼的樣子 頭上的天使環 我覺得最可愛的就是他背後的這個 類似 昆蟲的這個翅膀 因為他掛了之後 自己也變成天使 那我竟然發現 我這邊有一點點小小的瑕疵 造型 非常的棒 然後這是 他的戒網 的這個標誌 穿著這種寬鬆的衣服 造型相當還原 然後就是 矮矮胖胖 然後腳也短短的樣子 然後手 整個界王 的身體 顏色就呈現這一種 非常淺的水藍色 相當相當的可愛 那再來就是 重頭戲 天使悟空 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如果 配上翅膀 整體的重量其實還不輕 翅膀整個也是自己要裝上去 包含 天使環 這一個姿勢 經典動作在漫畫 悟空過世之後也是變成天使 天使 頭雕方面 這種悟空難得有的這種 比較 柔和的表情 那頭髮 是早期的這一種 復古感 很大 你可以看得到都是這種 非常粗的 一束一束的 髮型 他頭髮 有一戳 就這裡 他有點 這種 湯口的感覺 就這樣一合 非常明顯 那整個翅膀他不是給你一個 純白色 他有用一點 藍色的 這種微微的漸層弄在上面 然後你 透過這樣子 你會 其實你隱約可以看得到 整個翅膀做的 還原程度 蠻好看的 這種撐撐 堆疊羽毛下來的樣子 全部 都有做出來 然後調紋狀 然後後面 這裡 就可以看得到 有點藍色的感覺 透過燈這樣照過來 所以他 下面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點綴 比你純白的翅膀來得好看得非常多 那整體的悟空就是 臉 加上膚色 他都是走一個柔和的 這一種塗裝 有漸層 然後整個 身體上面 他會給你很多這一種 皮膚上面的小細紋 包含手掌 武道服 全部 都是個漸層塗裝給你 上半身 然後 然後內裡的 藍色 個人覺得也是 搭配得相當好看 然後下半身 的褲子 全部都有走一個漸層 不是單一塑色的路線 鞋子 都有呈現這種皮膏狀 這邊也是 整體來說的話 這隻天使悟空 真的是蠻好看的 尤其裝上 翅膀之後你會覺得 哇他相當大 這就是一定要搭配 他附贈的這一種 底座跟地毯 負的底座跟支撐架全部都是透明的壓克力 這一點我覺得相當不錯 整個悟空 你把它架起來 其實 這一隻支撐腳的你不架他也可以騰空在半空中 但是 由於受力點 只有那一隻 所以他多附的這一隻給你 比較安全 那整個 騰空在 天空的這個天使悟空 然後跟 借王大人 這樣子搭起來 非常無敵之好看 剛出門九十錢看到了 這一個 最後賞 77 其實心裡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但是 自從拿到之後你就 真的 心情 平復了好幾天 然後才 能 順利的 開箱這個最後賞 因為 鳥三明老師去世之後 這一套 才 等於是 下一個月 直接退出來 剛好最後賞 就是這個天使 再見悟空 然後你就會覺得 感觸良多 就整個 的氛圍你會覺得 相當微妙跟奇怪 一方面你會覺得 這個景品 你是自己非常喜愛 但是另一方面 真實的作者 就真的就離開了 那這一 一套 的最後賞來說的話 我自己覺得 真的 幾乎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 大大挑剔 甚至塗裝 來講的話 做工 其實都 非常非常的好 那 整個界王大人 還原的程度 也是頗高 翅膀 天使環 然後頭上的 這個鬚鬚 然後悟空的翅膀 跟天使環 整個營造出來的感覺 跟表情 我自己認為相當相當的到位 那也希望 蟹龍珠可以 越來越多人喜歡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